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见我的声音 我的拳头点点目睁 有理由航尽 听听我的表情 看见我的心情 进入我的世界原始这么的容易 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小叔 我是俊松 欢迎收看听听看 不错好美 小叔认识你这么久 我知道你很会画插画 但是没想到你还会做陶艺啊 没有没有啦 其实是我最近才刚开始学的 真正精美的陶艺作品 其实都是出自听障陶艺家之手啦 哦 是哦 你是说这个陶艺作品 是我们听障朋友自己做的 这位听障朋友叫做崔纯玲 他希望能以陶艺创作养活自己 无奈市场的不景气 于是他平日到素食自助餐 打工维持生活 不过他始终不放弃 常常利用空闲时间继续创作 把陶艺之美带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是的 他呢 对于陶艺的热情付出与努力 我想啊 这中间的心路历程 一定很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好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 崔纯玲的故事 请看 崔纯玲天生一双巧手 他从小就很会画画 然而因为听力障碍的因素 不管在升学或是就业方面 都让他觉得人生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顺利 七年前 纯玲开始学习陶艺 作品渐渐获得不少的认同 不过 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他希望透过不断的学习 把天障陶艺家的心情 全都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上 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听障朋友呢 名字叫做崔纯玲 他在读国中的时候啊 老师发现他画图画得不错 所以呢 他就去学了画画 然后啊 就考上了高中美术班 只是没想到 纯玲后来成了逃逸工作者 不过 这一路走来蛮辛苦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纯玲的故事吧 纯玲住在台中大甲 今年35岁 父母亲是平时的务农者 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 小的时候 纯玲长得清秀可爱 很得长辈们的喜爱 但是 在他两岁那年 却因为挖耳朵不当 造成耳朵听觉神经永久性的损害 他几乎什么也听不见 属于重度听觉障碍 因为我会帮助 我会变成城的旅客 我现在不见到 相当这些 我心里想我说 我以前也沒有,不必高 找個別人畫的 找個別人畫的 人家人很聰明 差不多兩歲才有 都要走,要求阿嬤 阿嬤也要求媽媽 所以我們過來就受傷了 媽媽都回家 我跟媽媽媽媽媽 媽媽不知道 好了我媽媽到了 我再給她不要 好危險啊 畫座全部收藏在儲藏櫃中 要爬上去拿才拿得到 沒想到放在這麼高的地方 好的,好的,好的 來了 好 放得這麼高啊,好危險啊 以前的照片也是嗎 對,都放在上面 都還留著 放在上面比較方便,可以塞 好,去看看你的照片 小時候的淳琳 是個頑皮的小女生 聽不見之後 並沒有使她變得郁郁寡歡 她依然愛笑愛玩 個性活潑開朗 她從小就讀一般學校 學校的老師 教會她手語跟口語 而愛跳舞的淳琳 高職的時候 還參加過舞蹈比賽 表演非常的亮眼啊 受到聽障教育回歸主流的影響 有很多聽障生的家長呢 都傾向讓孩子就讀一般的學校 從小沒有學手語 而是花很多的時間來學習口語 不過後來這批孩子長大以後又發現呢 用口語和人溝通還是有困難 所以呢,有不少人願意再去學手語 就像淳琳一樣 嗯,她現在呢 手語、口語兩用 溝通多一種選擇也很好嘛 還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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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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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一人級還是二人級 你講話淳琳來聽得到 我講一聽了,有嗎 我現在都沒做口語心 沒有沒有 也沒做口語心 自己打掃 這樣學會 小學會出來 這樣而已 因為我以前 我忘記了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比較受數 比較困難 對 我覺得為了 我跟她說 她比較 聽得到 對 因為我比她小了 所以我有記憶以來 就是知道她聽不到 對 我是她妹妹嘛 年紀是她比較小 所以她 國小去學手語回來 就會教我 所以我們全家 大概只有我 跟另外一個收包袋 會比手語 因為我們就是跟她 年紀比較近啊 所以比較親近 原來是這樣看的 你看 這裡有簽名 純靈很喜歡畫畫 國中的時候 國文老師鼓勵她去學畫 因此就考上了國立豐原高中的美術班 不過因為沒有再繼續升大學 純靈必須面對就業的挑戰 家人建議她先到職訓局接受職業訓練 以增加自我的競爭力 身心障礙朋友 在就業市場上是弱勢的族群 而聽障朋友呢 更是弱勢中的弱勢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與人溝通的問題 因此就由聽障團體提供了就業的輔導 純靈在深輝的陶逸工方待過一陣子 她發現自己還蠻喜歡陶逸的呢 這樣子 練習小學把我學校成為包庇 學電腦學 但是面具一半了 所以做第二日 我不是癌癌 因為我有練習不服 所以因為她不做班學 因為她也發現我 我真的不做 所以說了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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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不要 接受答應 我覺得我對沒有接受 我就反應 我妹妹說 不怕什麼有接受 還要接受 我覺得 我沒有接受 差不多等她乾到 差不多了 然後樹梢完就變成 這邊粉紅色 粉紅色又燒 再變又燒 其實我們是朝著培育他們的陶逸 專門技能 在家裡也是選擇 來到這邊 最少她有一個依托 看到她自己的東西變成成品出來 讓他們覺得有一些期待 不然的話 像這樣子的年紀 她長時間 又沒有辦法進到職場 其實我們也幫她 感覺到很惋惜 剛剛是 目前身為能做的 就是說 先讓他們日後 要進入職場的技能 還有觀念 能夠培養起來 但我們期待的是 他們經過這裡的訓練 日後他們自己能夠獨立 有能開工作坊 或者是怎麼樣的 像這純林 她的進步就蠻大的 她現在已經進步到說 她可以規劃一些事情 基本上現在 這個都還算是在描繪 但我們期待她自己提升 因為第一個 跟她溝通不好溝通 所以她之前常常換工作 她是自從到了生會之後 才真的說有穩定的 做一件工作做了好幾年 做陶逸這個工作做好幾年 不然她之前像到 她曾經到那個婚紗攝影 當過那個修片的 美編的 她也做過 可是都做不久 第一個 因為老闆沒有辦法了解 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可能就把她當作 是一般的員工對待 可是事實上 他們第一個聽不到 她不曉得同事之間在講什麼 她有時候會去猜忌 那如果你沒有再多 給她一點關心的話 她會覺得說 大家排擠她 或許大家沒有排擠她 但是聽不到 就是會開始猜人家在講什麼 所以這是聽不到 來講比較辛苦的一面 那後來就是到了生會的時候 她就有遇到剛好好的貴人幫她 就是往陶逸這個方向去走 後面才會走比較順 就還蠻順的說 都不會說一直像之前一樣 一直換工作換工作 或是動不動就不想去公司 因為她覺得同事排擠她 我現在呢 來到了一家位在台中的陶逸工方 這個工方很特別 裡面呢 在做陶逸的人員呢 清一色都是身杖朋友 淳林現在是這裡的陶逸老師 也是陶逸工作者 你瞧 大家在這裡邊學邊做陶 最開心的呢 就是能夠接到訂單 然後大家就拿出看家的本領 把最美最有創意的作品呈現出來 淳林啊 這個是你做的 是 這裡好特別喔 這是什麼 這個 創意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花 再加上瓜牛 這個呢 也是創意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 為什麼 酒壺會這樣做 為什麼設計這個造型呢 這不是酒耶 不 我是說酒壺 這個是花瓶 哦 很巧 再加一個竹木的造型 哦 這個是花瓶啊 還有竹子 花可以插上去 的確 謝謝 那這些藝品做生產出來之後 是需要被銷售的 就是有份收入 那最原始的時候 是誰來做這件工作的 我所知道 一直在幫他們做資訊的這個小姐 那她把他們的作品呢 跟著她的朋友一起拿到 不管是擺攤或者是 我印象中她給我講 我很感動的是 他們拿到高雄的愛河旁邊去擺攤 然後那是在 袁小姐附近那個15天的檔期 帶著他們的作品去展送 就是都睡車上 那我聽到這個是很感動的 因為她是這樣子在幫助這群人 然後在訊息到張師兄高師姐的身上來 那他們就覺得 他們希望能夠給他們延續這一份愛 所以他們就無私的奉獻這個場所 然後呢 就有人捐那個電搖 然後捐拉配機 但是 讓我更心裡很難過的是 在幫助了他們一年之後 那這個小姐她得到了肺腺癌 我是因為受到這個故事感動 所以我希望能夠給他們第一次 就是有一個開始 所以我下了這個訂單 一位豬辣辣 被安靜 我就說 我就說 然後 我辣辣去到車 她對我很好 我 我本來要放棄這個機會了 林老師 我跟她交談的時間比較少 林老師發現我話很少 她就主動地找我和她聊天 我也沒有留意 後來慢慢地跟著她溝通 因為我不太會寫字 有時候不會寫 也不會說 因為簡單的我不用寫 難的才需要用寫的 經過一陣子的溝通之後 我感覺 老師把我當作小孩一樣地教 成林的願 她也是想要完成 當初帶他們那個小林老師的 心願 她一直想要完成 幫小林老師繼續延續下去 所以她要努力 她要加油 你看她那麼生氣用力地甩水 是不是火氣很大 我來問問 成林 妳剛剛這樣用力甩是在生氣嗎 不是 藝術吧 我在學老師 藝術 模仿老師的手把 原來是這樣 學老師甩水的手把 我是給她提供這個場所 讓他們去運作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在修行這一條路怎麼立他 幫一些眾生 還有 他們有一些能力所及 我們現在公德會 人幫的就盡量幫 還有 他們在這邊的中餐 人提供就是全部提供給他們 那個是完全義務 在學習一技之長這條路上 純林很幸運地遇到了幾位貴人的相助 包括她的一些長官 老師 還有家人和朋友 都期望她在逃逸這個領域 能夠更進一步 不過在邁向成功之前 她卻必須顧及經濟問題 而到餐廳打工 純林啊 在這間素食餐廳工作 負責做餐點 還有其他許多的工作 原來啊 她除了會做陶土之外 還會做餐點啊 來 純林 嗯 這是妳負責的工作嗎 是啊 我這包菜捲 要一個一個捲起來 是啊 還有負責別的嗎 有 妳全部都會做嗎 可以喔 喔 哇 當初因為高師姐 她在擔心 純林沒有錢賺 因為陶瓷的方面 有點平靜 所以她很擔心 一直問我有什麼 投入給她做或什麼的 後來我就想說 這邊工作很忙 先問老闆 看她有沒有心 想要再請一個人 她說好 那我跟她說 那如果說有生臟 這個妳同意嗎 她惡化不修 就馬上答應 最主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助人為快樂之本嘛 當然我們今天說 有這個能力 來照顧這個一個生臟的 是說弱勢團體 可以幫助這樣 她也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努力 探知自己的生化 哎 純林啊 這是什麼啊 哦 素魚 哦 魚啊 嗯 像嗎 嗯 切一切 可以問師姐 哦 我要真的魚 阿彌陀佛 這是素魚 她看到寫什麼給她的時候 步驟寫給她的時候 她知道 知道要怎麼做 那她很專心去做的時候 她的東西真的是很完美 做出來的東西 會讓你覺得說 誒 你是手巧 我覺得相對的 她的領悟力比我們還強 有些人你要說 她說兩三遍 她家兩三遍 有些人還會問 但是她不一樣 她領悟力真的 可以配護她的 所以我們也要 儘量更持有她們 這些族群的按照做 老闆 哎 好 不錯 好 哎 這邊 哎 老闆啊 哎 這是她煎的嗎 哦 淳麟 是你做的 是啊 哦 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 哎 老闆 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 哎 真的嗎 哎 本來淳麟說 哎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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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她說在家從來不下廚 反而來這裡煮 嗯 哎 你煮的是什麼 嗯 是 哎 煮什麼 豆干 不不不 是煎餅 哦 煎餅 對 來 這邊 這邊 她來這裡做 她很好做 做得不錯 啊 膝蓬也很好 真的 欸 表現不錯啦 哈哈 淳麟 她最棒的就是 她都會去想到別人 對 也在教劍峰 教旺旺 對 然後劍峰是真的 學習能力比較慢一點 那淳麟這一方面的學習能力 就比她快 所以這一部分都是淳麟在帶她 所以她真的都會很細心地去照顧她身邊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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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 捏陶嗎 啊 喜歡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她不想理我們 只想專心捏陶 不要打擾我 我們還是讓她先完成好了 呃 淳麟她有常常指導你嗎 有沒有 有啊 啊 她 教你什麼 教了哪些東西啊 她告訴我哪裡有錯 如果錯了要重捏一次 做錯了要修改 錯的先丟掉 拿一個再捏一次 哦 呃 她有耐心嗎 教你的時候會不會生氣啊 不會 她會告訴我怎麼做 做錯了要怎麼整理 要怎麼捏 哦 她這個女孩子她很善良 很慈悲 她有肯聽話 在我的靈異裡面感覺 喜歡和她們這種人做朋友 因為正常的人比較複雜 她們很單純 就是因為這樣喜歡這個區塊 聽障這個區塊 還蠻有美感 她的畫風 對 然後她也有參加過很多那種 全國性的那種比賽 對 我是覺得很認真 有時候會沒有什麼信心 很需要人家給人家肯定 鼓勵 當她在做作品的時候她很嚴肅 可是她私底下的時候 就可以跟你那種互動是很活潑很可愛的 對 她像我昨天借她一個髮夾 她是一個很可愛的髮夾 然後她就夾著她自己會自拍 她會覺得說自己變年輕了 她也有女生會想要的愛漂亮 對 愛漂亮 我看她平常在家裡 幼稚都會很開心地說她要來這邊工作 看她開心 事實上我們就比較開心 比較放心 因為不會像之前 動不動就說我不想去上班 然後在這邊都很開心地來這邊工作 希望幫助生長的人 讓更多生長者有能力去工作 在無聲的世界裡努力地創作 逃逸帶給純靈的不只是一技之長 更是一種生活的寄託 以及與這個世界的對話 以現階段來說 純靈想要靠逃逸創作來養活自己 還不容易 而這也是許多聽障藝術創作者 面臨到的窘境 希望純靈要持續努力 也期望社會多重視聽障者 讓一切不會白費啊 反正的故事 反正的故事 好像不想看 我能夠做的 還有一些故事 反正的故事 真正的故事 也會有一次 然後也會有一個過程 沒有人 從此到此 嚇好 有一個過程 從此到此 玩回到這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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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